本节课的话先给大家说一下上课流程 基本的一个上课流程 我们上课流程的话 通常我们写爬虫的话就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呢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啊 数据的一个来源分析 对吧像我们今天主要是爬什么呢 我们是爬csdn上面的一个文章内容嘛 对吧像他爬文章内容的话 首先我们肯定要的是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 以及他的一个文章标题 对不对文章的一个标题 像这两个东西的话 它是来自于哪里 是不是我们通过网站上面 怎么才能找到它的一个数据来源 对吧怎么才能把它爬下来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一个部分 就是关于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对吧就给大家先讲解一下这个内容 先把思路听懂 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爬的一个目标网址 也给大家发一下 是吧这里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 关于python的一些文章 对不对像第一篇文章的话 是不是 它是100道python的一个面试题的一个总结 对吧这个是100道的一个面试题统结 如果说我想要把这些内容给它爬下来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去找这些数据从哪里来的 对吧我要知道它这些文章的内容是来自于哪里 从哪里可以获取它这些文章的内容 从哪里可以获取它这个标题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像我们通过通常的话 通常对吧通常在做爬虫的时候 通常爬虫要分析数据来源 对吧都是什么呢 都是通过一个 通过开发的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对吧那这开发者工具怎么打开呢 就是可以在浏览器中我们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或者说 或者说按F12 就是可以把这个开发者工具打开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对吧我们鼠标右键点击一个 检查 对吧 点击检查之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network 这个network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意思是他的意思是一个网络面板对吧网络面板 网络面板的话像我们这些网站里面所有的一些数据内容都是可以在这里面加载出来的 那我们刚开始打开的话它是一个空白的 是因为我们这个网站它已经加载完成了 如果说我要想让他数据重新加载一遍 在这下面展示的话 对吧 那我就需要把这个网址进行一个刷新 让他把这些数据内容重新给他加载加载一遍 对吧 我们可以刷新之后 刷新之后的话 哎 这网本网页对吧 这个网站里面相关的一些数据内容 他就给我们会 对吧 都这里的话都是会给我们产现一些数据包的 是不是 比如说图片啊 对吧 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的话应该是评论的一个表情 老师我用的是什么 谷歌浏览器啊 谷歌浏览器 是吧 是用的是谷歌浏览器啊 然后呢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想要的是什么呢 想要的是它的一个标题和它的一个文章内容嘛 是不是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如果说一些零技术不懂的话 之前有没有用过 我先问一下有没有用过这个工具 有用过开发者工具吗 啊 就是这个东西是第一次 第一次用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啊 就第一次用这个开发者工具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 第一次用的 用过对吧 都用过是吧 都用过的话 那就不跟大家 大家说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了 都用过的话 那应该都懂 好不好 是吧 都用过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来了 直接 对吧 那我们想要这些数据内容的话 是不是 比如说我要这个标题 我想知道它标题是来自于哪里 是从哪里来的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对吧 直接复制我们这个标题的一个内容 直接复制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进行一个搜索 对吧 直接搜索 加上去 然后点击一个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 它会给我们返回出一个什么呢 给我们返回一个数据包 对吧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 100到面试题 对吧 100到拍摄面试题 总结的一个数据包的一个来源 就是告诉我 它的一个数据内容是来自于这里 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 点击看一下之后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东西 是不是 来 它的一个title 对吧 title是标题的意思吧 是不是 这里就有它的一个标题内容 是不是 啊 火狐好像不一样 火狐不一样 火狐的话 它下面是英文啊 谷歌国内是可以用的呀 对吧 为什么不能用 是可以用的呀 你你访问的是国内的网站 为什么不能用啊 是可以用的 对吧 是不是 这里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是在这个地方 来 这仅仅只是一个标题 那如果说 哎 我想要知道我的一个 对吧 那我想要知道我的文章内容是来自于哪里 是不是 哎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搜索一下 对不对 也可以搜索一下 是不是 搜索之后你会发现啊 其实它这个东西是在同一个地方 对不对 也是来自于这里 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网址 对吧 那我们这个网址是什么呢 对吧 我们网址请求的网址发送请求的网址是什么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heads 这heads的话 这下面会有一个 对吧 January January下面的话 它有一个request url 像这个url的话 就是我们所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 就是这个url地址 相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是来自于这个url地址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个url地址的话 其实跟我们导航栏url地址是一样的 如果说有信心的朋友的话 对吧 有信心的同学 你可以发现 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是一样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话 我们这个网页 可能说它是一个精叹页面 对吧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的话 都可能来自于它的一个网源代码 都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网源代码 我们可以点它的一个网源代码 看一下 看到之后的话 你也发现这里的话 有一个标题吗 是不是 也有它的一个标题 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看到没有 它是第几题啊 第几题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看这种情况 你就是看它网源代码 看的不是很舒服 对吧 看的很不舒服 就是都是一些代码嘛 你就看的不太习惯 那你干嘛呢 你可以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点这个preview 这个preview是干嘛的呢 对吧 它就是一个预览的一个意思 就是可以通过一个前端 页面渲染之后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我们点这个preview的话 你会发现 它给我们呈现的效果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网页 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吧 没有问题吧 这样子的话 就很清楚的就能知道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对吧 包含如果说 你要爬取这个博 博客的对吧 这个博主的一些积分啊 粉丝啊 点赞数量 评论数量 收藏数量 以及它的原创数量 和排名的话 对吧 你都是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获取到的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是吧 这思路还是非常简单的 思路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的话 我就知道怎么去爬了吧 一篇文章的话 我只要请求它 这个文章的URL地址 对吧 就能获取到它的一个 标题 以及文章内容 是不是 那我们想要的呢 我们想要的肯定是 不仅仅只是说 这一篇文章呀 对不对 我想要的文 文章的话 我要把它的这一个 肯定不是这一篇嘛 是吧 那我要所有的话 那我只需要干嘛呢 我只需要把每一篇文章的 一个URL地址 我只需要把每一篇文章的 一个网址 找到 对吧 那就可以了呀 是不是 那这样子 如果说我想要找到 每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的话 就是每一个文章的 一个URL地址 那我肯定是要在 它的这个文章的 一个目录里面去分析吧 对不对 在它文章目录里面 去分析的话 就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对吧 跟我们前面 是一样的操作 就是先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点错了 对吧 鼠标右键 点击一个检查 然后呢 选择这个network 对不对 然后刷新一下页面 让它这些数据 给我们重新加载出来 重新加载出来之后呢 对吧 那我想要知道 它是来自于哪里 还是一样的效果 还是同样的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它这个内容 对吧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它这个标题吗 是不是 可以复制一下 这个标题 然后找它的一个内容 是来自于哪里 同样的复制一下 然后进行一个搜索 搜索之后呢 它也同样给我们 返回了一个数据标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过去看一下 点击过去看一下的话 对吧 你要看得舒服一些 是不是 看得舒服一些的话 是不是 对吧 你这样子看的话 你只能说看到一个标题 它的一个文章标题 以及它的一个文章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 像这个的话 是不是它的一个URL地址 看一下 对吧 是它的一个URL地址吧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还是同样的 如果说你 你这样子看得不舒服了 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Preview 是吧 看到这个Preview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说明这个网站 其实是一个精彩网页 对吧 你只要请求它的这一个列表 对吧 文章列表这个URL的话 那你就可以获取到 所有的一个文章的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而老师怎么转换成你那样的 哪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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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是哪样的 对吧 是哪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的话 如果说你这样子不确定 对不对 不确定你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是什么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个Headers Headers这个January里面 它会告诉你 我们这个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是什么 然后请求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以及对吧 我们请求头的一个内容有哪些 对吧 你是速度的 对吧 点这个三个点 这个三个点 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方式啊 就是在哪个地方 这一个的话 对吧 这个是在最下面 这个是在最左边 这个是在最右边 对吧 懂了吧 可以了吧 这是你可以点这个三个小点点 然后可以选 是吧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思路啊 就是你怎么去找数据 对不对 给大家写一下 写一下 第一个 可以通过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搜索 把你 把你想要的一个内容 文章的一个标题 对吧 进行搜索 可以发现 对吧 其实可以发现 文章的 请求的URL地址 它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网页 网页是一个静态意名 静态的一个网页 对不对 你肯定要分析 它是不是一个静态的 还是一个动态的 是不是 像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它的一些 数据都是来自于 它的一个网页源的 对吧 那很清楚 就是知道它的是 一个静态网页 静态网页的话 就意味着 我们只要请求 对吧 文章的一个URL地址 就可以获取什么 获取它的一个文章标题 以及内容 对不对 然后第二步的话 那如果说 我要爬取所有的 要爬取 要爬取 所有的一个文章内容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就是只需要找到 所有文章的一个URL地址 就行了 就可以了 像找所有文章 或者说找多个 对吧 多篇文章 或者说你爬音乐 也是一样的 你爬多首音乐 像这种类似的话 都是干嘛呢 在它的一个列表页 在列表页面 查找数据 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一个文章列表页 对吧 就是它的一个目录页面 去找它相对的 一个内容就好了 对吧 这思路还是非常简单的 思路还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它的一个核心 核心是什么呢 对吧 核心就是把你想要的一个通过开发的工具 把想要的内容在开发的工具里面进行搜索 把想要的一个内容 在开发者工具里面进行搜索 查询 对吧 然后就会给你返回 会给你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包 是不是 如果说它没有给你返回相应的数据包的话 那就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了 对吧 对于一些普通的一些来看的话 对吧 对于一些常规的爬虫的话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关于第一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对吧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爬虫的一个代码实现 是吧 这就是一个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 你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步 对吧 对于我们的一个 文章 例表页 例表页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吧 发送请求 对吧 然后呢 获取它的一个 获取它的一个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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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的一个文本数据 是不是 那第三步的话就是解析数据嘛 解析数据干嘛 提取每篇文章的一个 URL地址 是不是 那第四步的话 就是对于 每篇文章的URL地址 发送请求 同样的 同样也是获取它的一个 哲哲体的一个文本数据 对吧 那第五步的话就是一个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呢 提取文章内容 以及文章的一个标题 是不是 第六步是保存数据 保存成一个 html的一个文件内容 对吧 第七步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什么 html的一个 文件内容 转换成 转成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pdf文件 对吧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思路跟代码实现的一个流程 来这里都能听懂听明白的同学 给老师扣过一 都能听懂听明白的同学 给老师扣过一 没有问题是吧 好的 没有问题就OK 那么就接着往下讲了 接着往下讲 还是前面的 对吧 这些模块都安装好了吧 对吧 模块跟环境都准备好了吧 是吧 模块跟环境准备好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一个代码了 对吧 这个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先放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要用到的 等一下如果说 我们要把它保存html的文件的话 我们需要把 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需要他用到这个 把我们的文章内容给他传进去 对吧 好了 首先 那我们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需要导入一个模块 request的模块 对吧 这个是关于一个发送请求的一个模块 同样它也是个第三方模块 是吧 上面的话已经跟大家说了 需要大家去PIP PIP install request 安装的 对不对 没有安装的同学 赶紧安装一下 如果说不会安装的同学 对不对 还是老样子 加我们木子老师的一个微信 让他教你怎么去安装 是吧 那接下来的话 是吧 那我还需要干嘛呢 还需要确定一下 我们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是吧 URL地址的话就是这一个嘛 对不对 发送请求之前的话 我也同样需要给他加上一个请求头 需要携带上一个请求头 需要携带上请求头 对吧 这个请求头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很多同学可能不太明白 就你反正你是看 看一些爬虫的话 对吧 看一些爬虫代码 或者是一些爬虫文章视频 那都是会有加这个请求头的 这个请求头的一个作用的话 就是把我们这个什么 Python代码 伪装成浏览器 对服务器 发送请求 对吧 然后呢 然后服务器 接收到请求之后 对吧 会返回一个响应 体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response 是不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我们 对吧 发对这个URL地址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呢 携带上它的一个请求头 对吧 request headers 对吧 他请求头有很多像我们一般的话只需要请求什么带一个useragent就可以了 带上一个useragent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这个useragent的话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信息 基本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脑 对吧 win10的一个电脑 win64 对吧 然后你谷歌浏览器是多少版本的 是不是 然后呢 服务器的话就会给我们返回这一个response的这个数据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响应体数据 懂了吗 那这个headers里面所加的内容的话就是把这个复制过来就行了 然后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需要注意一个点 它的话是一个字典的一个形式 对吧 请求头的话是一个字典的一个形式 请求头是字典的一个形式 是不是 字典的话它是一个见词对吗 就是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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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对应一个值 然后中间的话会用一个冒号给它隔开 会用一个冒号隔开 但是这里有很多同学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很多邻基础同学都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这里会多一个空格 对吧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话它是这个样子的嘛 对我们刚开始没加引号的话 它是这个样子 有些同学会在这个地方加个引号 就这样子加 这样子加 然后中间这里的话会留一个空格 但是这样子会报错的 但这样子是不对的 是会报错的 一定不能这样子加 不能留一个空格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就发送一个请求 再把request模块点上我们这个get请求方法 是不是 然后把我们这个url 以及我们这个headers给它传进去 headers等于我们那个headers 是不是 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发送一个请求了 对吧 然后是伪装成浏览器 因为我们加了headers嘛 就是把python代码伪装成浏览器 对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是吧 然后服务器呢 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响应体数据 response 所以说这里的话 我们同样也是用一个response给它接受一下 那如果说我直接打印这个response的话 对吧 它返回的话是一个对象 它给我们返回的话是一个对象 对吧 是一个监控号 监控号的话 在pass里面表示的是一个对象 然后监控号里面是200 对吧 这200是什么意思 有同学知道吗 这个200是什么意思 有同学知道吗 这个200是啥呢 200 不知道 有同学知道吗 问一下 这个的话是其实是表示的一个状态码 它的话是一个状态码 对吧 你说200的话不知道 那你知道404是什么意思吗 404 404对吧 那我如果说随便改一个 我看一下 我随便 我 对吧 我把这个改成一个666好吧 我就这样子改 我给随便给它改一下 对吧 它这样的话 它会其实这里的话 会有一个 对吧 像这种话 就是一个网址出现错误 直接发错了 那这种的话 它应该是给我们返回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状态码的 我把它改过来吧 应该这样子给大家看会好一些 它这里直接给我包错了 对吧 如果说随便 如果说这样有时候会输出 输错一些网址的话 对吧 它就是无法访问这些网址 是不是 但是有一些网址的话 它会告诉你是404或者是50几 对不对 404是断网 是吧 像这个状态码200的话 是表示请求成功啊 对吧 但是还有300的一个状态码 300的话是一个重定项的一个意思 重定项的话 你如果说有些同学不太理解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跳转 就是一个跳转的一个意思 对吧 就是从这个网 明明是我 我可以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个网站 我先打开一个开发的工具好不好 然后选择这个network 我记得是一个3w点一个淘宝吧 挑转的一个意思啊 对吧 原本我们输入的是一个tm点一个抗码 然后他给我们挑转到这个网址了 对吧 就是就是300的话 就是一个挑转 从另一项挑转的意思 400的话 一般是一个呃浏览 就是网址的一个问题 对吧 网址问题 像常见的一个403是关于一个权限问题啊 对吧 你可能说没有一些权限的话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403的一个呃 爆错就是403的一个状态吗 那500呢500的话一般是服务器的一个问题 服务器问题对吧 这里的话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600呢 600不知道啊 一般常见的就是这几种 常见的是这几种 还有一个900多的 我上次是看了一个900多的 900多的这种的话 对吧 一般的话是一 这这几个 如果说是其他的话 一般是他们自己的 一个呃 通是自己写的一个服务器 后面给你返回的一些数据 就比如说人家开放网站的时候 对吧 开放网站是自己定义的一些返回的一个状态吗 懂了吗 那是自定义的啊 对 是自定义的 是的 是自定义的 那种的话 你就不用纠结了 一般的话 我们就啊 了解这几种就行了 200到500的话就可以了 对吧 好的 这就是关于发送一个请求 那接下来的话 是吧 第二步的话 就是获取它的一个响应体的一个文本数据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一个的话 Response的话是一个响应体吗 对吧 那我要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的话 就是啊 点上一个text 对吧 text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文本的意思吗 对吧 它就是一个文本的意思 所以点一个text的话 我们打印的话 就可以获取它的这个网页 原代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呃 对吧 详细体的一个文本数据也是它的一个网页原代码 对不对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了 就已经获取到它的一个数据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一个数据解析了 对吧 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的话 呃 有很多方法吧 啊一正者表达是 正者表达是 哎 表达是 对吧 或者说Xpass的一些方法 Xpass或者说是CSS选择器 是不是 你解析的方法的话是非常多种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使用的话就是关于一个CSS选择器的 对吧 CSS选择器的话 那我们这里的话是需要导入一个模块 哪个模块的 poss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poss模块 这个的话是一个数据解析模块啊 数据解析的一个模块 它也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需要大家干嘛呢 pip install老生常谈的问题 poss 对不对 需要安装一下 那这个的话 这个模块怎么去用 对吧 怎么去用的话 首先 首先你要知道我们 这个我们请求到的这个Response点一个tax的话 它是获取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获取的是一个呃 响应体的一个文本数据吗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网约的码 对吧 它给我们返回的话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这个的话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 像字符串 如果说你要从字符串里面提取数据内容的话 对吧 要提取数据内容 解析数据内容的话 那你肯定是用正折表达式 对吧 那我们CSS呢 对吧 poss模块的话 那我需要把这一个呃 字符串 我要给它转换成我们的一个能可以解析的一个对象 对吧 可以解析的一个对象 首先所以说是一个poss点上我们的一个selector 然后把我们这个呃 Response点一个tax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 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selector的一个对象 对吧 那这个对象的话 哎 就可以调用我们这里面的一些方法了 比如说 css的一个选择器 或者说xpass都是可以的 对吧 那我们今天主要用的话是一个css选择器 是吧 像这个的话 可能大家有些同学说 呃 没有用过 对吧 是吧 没有接触过css的话 对吧 这个的话就主要是干嘛呢 就是根据呃标签的一个属性内容 提取数据的提取数据的 如果说听过听过我们讲过几次公开课的话 就有同学应该对于css选择器的话就应该不陌生了 对不对 像如果说没接触过的话 你可以知道啊 它就是根据它的一个属标签的一个属性内容 来提取它相应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 那我们主要是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要的话是一个呃 url地址吧 对吧 网址的一个文章的一个网址 是吧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网址是来自于哪里 对 像这一个的话 是不是它的一个网址啊 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网址吗 它这个网址是来自于a标签的一个hrf属性 在这个a标签里面 对不对 像前端的话 像我们pass里面这个监控号可能说是一个呃 对象 对不对 可能说是一个对象的一个意思 但是是一个前端的一个代码的话 啊 这种的话是表示一个标签啊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a标签 是不是 就是它的一个a标签的啊hrf属性 对吧 这hrf等于我们的一个呃 我们的一个网址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 那我们可以往上找往上找 对 那这个a标签是来自于像它的一个h4 对不对 是来自于它的一个h4的一个标签 是不是 那这个h4的话又都是在这一个 在这个div这个标签里面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这个地方 嗯 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有一个高量的显示 发现没有 对吧 这个wgk同学 对吧 这是不是有一个高量的显示 就提示我们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哎 我们想要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第一个文章的一些内容啊 对吧 都包含在这个标签里面 都包含在这个div标签里面 知道吧 是不是那他所有那第二个的话 同样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那第二个的话同样也是一样 所以说他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很规律的一个东西 他是不是非常的有有规律啊 看到没有 他每一篇文章的话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这些标签内容都是一样的 当然除了后面这一个 除了后面这个数字 对吧 他这个数字的话应该是他的一个id 应该是文章的id 是吧 那都是一样的话 那我首先取他前面这一个list 对吧 article 对吧 刚list 这个的话翻译过来的话 对吧 就是一个文章列表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取他这一个 取这个怎么取呢 在css语法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点 用一个小圆点代替class 对吧 然后加上他的一个 类属性名字 比如说我在这里用一个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发现没有 是不是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那然后我要取下面的话 那我给他一个空格 然后呢 也同样是一个点 然后加上他这一个名字 对吧 加上他这个名字 是不是可以定位到这里了 是不是可以定位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他一共有40篇文章 对不对 他一共有40篇文章 他一页 然后我要取下面的一个什么呢 A标签 那我直接就取他的一个A标签 是吧 这样是没有问题吧 然后再取里面的HRF属性就好了 那这一给大家写一下 取这个A标签里面的什么 HRF属性ATTR属性选择器 然后HRF 然后取的是所有A标签吧 所以说这里是用一个get all 对吧 同样这里我也用一个HRF 给他接受一下 然后呢 给大家把这个东西打印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然后给我们返回的话是一个 啊列表 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就所有网址 所有文章的一个网址 就都找到了 看到没有 给大家注视一下 有同学可能已经懵了 对吧 首先这个ATTR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属性选择器啊 属性选择器 对吧 这个意思 按照我们这个写的话 就是选择 选择A标签里面的 诶 HRF属性 内容 对不对 然后该tallall呢 对吧 该tallall的话 致命意思就是获取所有嘛 这是获取所有的一个 A标签 内容 嗯 那种返回就是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吧 返回的是列表 是不是 这样子能理解了吧 然后这个点的话 对吧 它是什么样子的话 其实按照我们之前 对吧 其实我们 你就直接看这个地方 就知道了 是不是 你看这里的话 是不是一样的 你看旁边这里 开发的工具旁边这里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点啊 哎呦 对吧 我们先是 我把这个删掉吧 不然老是看到那个亮度的 这里是不是一样的 你看他放到这里的话 它是不是这里也是这个 一个点 加一个article list 对吧 一个点 然后加上他这个class的 这个类属性名字 懂了吗 怎么弄的 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这基础的话 其实关于css语法的话 你可以就这么去理解啊 呃 class的一个属性 这个怎么跟你讲呢 这我要跟你讲 你讲的话 你知道标签吗 前段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标签 你就看到这个标签 它有一个class 然后等于什么 你这个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点 加上他这个名字 对吧 大家加上他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就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标签 就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标签 是不是 如果说 对吧 如果说它是前面的话 它是不是一个class 等于这个article-list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复制这个呃 名字 然后前面加一个小圆点 对吧 就是英文的一个点嘛 是不是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再往下去呢 是不是 我刚开始的话是取到的是所有呀 我是取它的一个所有的 然后我要往下慢慢取啊 然后再取下面的这一个 同样的嘛 对吧 然而是一样 它有一个class的一个属性吗 一个类属性 然后我也取它的一个名字 是不是可以定位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对吧 它在a标签里面 然后取它的一个a标签就好了呀 是不是这样灵灵能理解吗 这个孤独期末同学能理解吗 还有这个wgk同学啊 能不能理解 不说话吗 不说话 那我就当你们是理解了 对吧 对吧 那好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往下讲了 感觉能 但是不知道懂没懂没有 对吧 因为你 对吧 因为有些基础的话 有些知识点 对吧 你没有自己从头到尾学过的话 你可以现在只是知道 它是这么用的就行了 好吧 你只知道它这么用了就可以了 是吧 那具体为什么要这么用的话 那你可以之后的话 通过一个系统的学习的话 对吧 你可以慢慢把它补上来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既然我们获取到的话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那我肯定要把它列表里面每一个的一个网址给它便利出来 这我要把里面的每列表里面每一个元素我要给它提取出来 对吧 就是通过一个负便利吗 负我们的一个啊 index 呃 link 因我们的一个whorever 是吧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列表里面每一个元素给它提取出来 啊 这个是你们会的 对吧 像这一点是你们会的吗 所以说你们就出来 说了 是吧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它每一个啊网址就给它取出来了 哎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打印错了 对吧 可以了吧 这样子的话就把每一个啊文章的一个url就给它获取到了 获取到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就是 第四步了 第四步的话就是关于每一篇文章的一个url地址发送一个请求 是吧 那这样的话前面的话还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快速写过一下 就request.giturl 对吧 就等于我们的一个link 然后hears还是等于我们的一个hears 是吧 同样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响应体的一个数据 这里的话我就用一个response一 是不是 然后呢 啊 那我们要解析数据的话 解析数据的话 还是一样用poster模块吧 用这个poster模块的一个css选择器 同样同理可得 对吧 我们selector给它一个1 等于我们的一个poster 点上我们大写的selector 然后把我们的response1点上一个text给它传进去 那这样的话 这个的话就可以获取什么呢 先取什么呢 先取它的一个标题吧 文章标题 文章标题怎么取 来怎么取 看一下 文章标题的话在哪里 首先我要知道它在哪里 对不对 首先我第一步 我要肯定知道它是在哪个标签里面吧 是在哪里 那我可以直接选择这个箭头 然后点一下这个地方 点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东西是在哪个地方 是在这个he吧 是不是在这个he这里 是不是 he的话 它这里是不是有一个class 有一个id 对不对 像这个id的话 跟我们class会有一点的不一样 对吧 你这个像这个的话 你可以用几种方式去 第一个 你可以直接一个点 加上这个article 对吧 然后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看到没有 我这样子取 是不是能定位到 也能定位到 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 我这样取 是不是也能定位到 这个东西 没问题吧 对吧 然后它这里的话 还有个id id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取用一个情号键 加上它的一个名字 对吧 也能取到这里 发现没有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吧 那我要取的话 是取它的一个什么呢 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的话 就是一个text吗 取它一个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数据 对不对 就是用的一个text 就像我们跟我们前面取它的一个 响应体的一个文本数据一样 对吧 就是一个text吗 然后点上呢 点上一个get吗 是不是 这里的话 那get的话就是取一个 取一个 标签内容 对吧 就是用get 然后返回的是一个字不算 是不是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用一个title给它接收一下 理解吗 或者呢 对吧 或者你是按照 按照这一个的话 那你就是用 用用这个class的话 那你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也可以 对吧 两种方式都可以 是吧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需要取什么呢 取它的一个文章内容 对吧 文章内容的话 因为我们是要保存到 因为要保存到一个什么呢 html文件 保存到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的话 太快了跟不上 太快了跟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吧 那首先这个forbini 你是之前是没有学过的吧 同学 对吧 你不要企图 你不要企图说 我今天一节课的话 把老师所讲的一个知识点 都能明白 都能理解透 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就好了 你把思路听懂 这个句代码是干嘛用的 对吧 这个是forbini 提取列表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对吧 这个陈同学就说觉得很慢了 对吧 有些同学可能是零技术 他就觉得可能太快了 对吧 觉得太快的原因 你不要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对吧 其实我也有跟大家说过 这句代码是什么意思 你主要了解它每一行代码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整体下来的一个 写代码的一个流程思路是什么 对吧 那实际上它具体的一些 对吧 为什么要这样写 对吧 它的一个具体演 衍生的一些效果的话 那可能就是关于你平时的 一个学习的一个积累的情况了 对吧 这句不理解 这句跟我们前面是不是一样的 跟我们这里不是一样的吗 这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东西 然后这里是从重复使用的呀 这是重复的 再次跟前面操作是一样的 学基础学思维 对吧 然后如果说你跟不上的话 你可以加一下我们木质老师微信 对吧 找他课后把录播发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 而且你不要说跟不上 对吧 你可以说一下你哪里不太明白 像你的话 这种的话 你不要说 哎 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你只需要记住 对吧 我我写这样子写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取的是一个可拉斯类属性名吗 来前面有像这种的话 对吧 像这种情况 哎 你看到标签里面含的是这个 还有这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点 直接加上他这个名字 可以定位到这个标签 可以直接定位 含有 含有这个吧 标签 对吧 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就好了 那那我稍微等一会儿同学好吧 那前面这一边的话 有哪哪几行代码是不太理解的 哪几个代码是不理解的 就有点懵的 来问一下 好吧 问一下各位同学吧 就你有不同的话你可以提出来 对吧 你有哪一行代码 就是不知道这一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有没有 这不是在看着吗 这不是在看着吗 啊 换测看一下 这它返回的是一个 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呀 在前面就说了呀 它是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给你看一下 是返回的是一个select对象 那这个对象的话就可以调用里面的一些方法 一些css的一些方法 或者收查pass啊 还有哪一行不懂的吗 没有的话我就记得往下讲了 接下来的话 那就是要取它的一个content的一个内容 对吧 取文章内容的话 我同样还是一个css selector点上我们的一个css 对吧 取文章内容的话 那我要取什么呢 而把它文章全部取下来的话 是在这个地方吧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取它的这个ID 对吧 content contentviews 是吧 这个是我想要的一个内容吗 是包含了 是包含了 我可以直接取它这一个 取它这个的话 我不仅仅是要它的 哎呦 我终于刷信一下吧 别等下把这个标情取错了 把标情取错的话 等一下就 呃 实现不了效果了 这个还它还还干了什么呢 你可以直接取这一个 它给我们定位的是这里 我可以看一下下面是什么那种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那种 它有没有全部包含 因为我要把它所有的那种都获取下来的话 那我不仅仅是看到前面的 我后面的我也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有啊 对吧 你像我点到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它下面这些就没有了吧 所以说我最终的话还是要取这个啊 康城车呃下环线 views是不是 如果说我只是取下面这一个的话 它只有前面半部分 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要先取这一个 直接取这个 把它的一些标签 我要给它获取下来 包含它的一个标签 点上它的一个盖子 给大家打印看一下 给它打印看一下 对不对 它的标签我们也要给它获取下来 为什么呢 你有同学知道吗 有同学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是前面就跟他有提到过一个点 就是关于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内容保存到html文件里面 对不对 要把我们的一个文章内容保存到这个html文件里面 然后前面有位那位同学说的 孤独 孤独寂寞那位同学说的 这个html对吧 这个sgin是干嘛用的 这里的话就要用到了 这现在下面的话 就是需要用到这个东西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内容传到这个里面去 因为这样的话 才是一个完整的前端的一个页面模板 怎么都不说话了一下子 为什么一下子就不说话了呀 还在听歌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啊 还在听课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 不说话了是啥情况你们这些人 各位同学你们不说话了是为啥呢 那那孤独寂寞 我以为他已经走了 对吧 那孤独寂寞同学 我以为他已经走了 对吧 那这里的话就就需要用到这一段代码了 这里就需要用到这一段代码了 为什么呢 我们要把把这个文章内容给他传进去 点我们那个format format什么呢 format我们这个article 等于我们这个content 对吧 我要给他传进去 然后用一个 直接用一个html给他接受一下吧 要给他传进去 这样的话 我们要保存的一个内容是这一个 我们要把它保存一个这个 把这个内容给他保存进去 而不是单纯保存这一个 因为我要保保存的是一个html的文件 懂了吗 因为html文件的话 他有前面这些东西啊 对吧 一些标签啊 对吧 这个的话是他的一个主体 是不是 这是关于前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啊 这话你可以不用理 你不用管他 对吧 你不用管他 你就知道是这么用就行了 是不是 这个东西也是给大家提供的 是不是 好吧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一个保存了 是吧 就是关于一个保存了 保存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用干嘛呢 用一个vsofen给他保存一下 在保存之前的话 我需要给大家创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文件夹 先创建一个html的一个pass吧 pass 等于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这直接就pdf吧 pdf加上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加上我们这个标题吧 标题名字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后缀 点html的一个后缀 是吧 这是他的一个路径 以及他的保存的一个名字 以及保存的一个后缀是什么 是吧 那保存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vsofen vsofen 把我们这个html的一个pass 给他传进去 然后呢 这个保存方式写什么 保存方式写什么 对吧 保存方式写什么 关键是css选择器 poss模块在这里使用时 具体的用法哪里可以学 在系统vip课程里面可以学 wb 不是wb啊 你要理解wb是干什么的 对吧 首先你要理解wb是干嘛的 保存方式wb是干嘛的 啊 是干嘛的 之前跟他说吧 写出字节 这个是二进制保存方式啊 这是二进制保存方式啊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 我们这一个html是一个字符串啊 对吧 我为什么用二进制保存呢 是不是 A 有些东西说A了 A又是干嘛的呢 A是追加保存是不是 A是追加保存吧 那我 我只有 我只有这一个内容 没必要追加 用A是可以 但是没必要 对吧 A是追加保存 比如说你要保存很多东西 是不是 你要保存很多的一个内容 你才用A嘛 那我们只有保存一篇文章 我们这个文章内容 就是以次性全部获得的 就直接不需要再追加了呀 直接就达不了 对啊 就直接就达不了 可以了呀 直接就达不了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encoding我们的一个utf干嘛 给他定一下编码 对吧 然后sf 然后f点一个write写入嘛 是吧 写入什么呢 把这个html给他写进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 哎呦 这样子的话 就能保存我们的一个文本 就保存我们html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title 是吧 前面给他加个 加个东西 正在保存 是吧 正在保存这个 然后把这个不要的 我给他注射掉 然后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吧 下载成功的话 那你肯定要再复循环外了 包错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很多同学也会遇到这个包错啊 就很多同学 有时候问老师要圆码 特别多 特别多 就之前不是有时候会送圆码给大家吗 就是把上课的一个圆码发给大家 但是他拿过去 真正真的就是一运行 运行之后一包错就来问老师 老师我包错了 哎 这个包错是什么原因 对吧 是没有干嘛呢 没有创建路径码 是不是 没有创建文件夹吧 那我给他创建一个文件夹好不好 给他手动创建一个 把我手动创建一个pdf 当然你也可以自动创建 你可以用代码通过代码自动创建 也可以耸多创建 自动创建的话 那前面的话 呃 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怎么自动创建 自动创建给他给他讲一下 导入一个os 某块 import 我们的一个os 某块 对吧 自动创建文件夹 哎 自动创建文件盘 那那这里的话就给他一个fuel name 对吧 fuel name的话有一个pdf 一个文件夹的名字吗 然后呢判断一下 if not osos点一个pass 点一个字把我们这个fuel name给他fuel name给他传进去 然后呢 就是这个的话主要是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有没有这个路径 如果说没有的话就os点一个makedr 没有的话就给他创建一下 对吧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自动创建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里的话就需要改一下了 是吧 就需要改一下了 这样子哪怕我没有 哎 哪怕我没有创建的话 对吧 把他删了 怎么打转转呀 大哥给你面子 他不给面子 他不应该不给面子 我给他先转一会儿 给他解答解决一些问题 好吧 model等于w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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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同学 知道的同学给他解释一下 给这位同学解释一下 知道的同学给这个闷声 所以大家要同学解释一下 model等于一个w 这句代码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文件夹路径太多了 给他删一点 给他全部关的 那重新打开啊 重新打开 然后给他删掉 是吧 这也没有创建 那我同样运行一下 是吧 那这里就没报错了 因为我们前面干嘛呢 自动创建的文件夹 这里又报错了 是为什么呢 对吧 这也是一个报错原因 是吧 这个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原因 看到没有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我把这个框起来提示一下 你就知道为啥了 对吧 w是写入 文件打开是以写的方式 就是写入文 只写 对 因为他默认的话是止读啊 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圆码 对吧 默认的话是一个止读的 是不是 然后这下面的话是有一个圆码的介绍 对吧 模式介绍我们可以翻译一下 啊的话对吧 打开打开读取默认的 w是打开写入 是不是 像这x的话用的很少啊 x用的很少 a的话用的别多 打开写入 如果文件存在 对吧 则附加到文件末尾 是吧 b的话是一个恶进制 所以说为什么wb就是一个恶进制的方式写入 懂了吗 文件名不可以有信号吗 哎对文件名不可以有信号 是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问题啊 他不仅仅不能有信号啊 问号也不能有斜杠也不能有 对吧 冒号也不能有 当然这个冒号是指的中文的冒号 并非英文啊 不不不 不不 这个冒号是指的英文的冒号 不是中文的冒号 中文的冒号是可以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对吧 这些东西给它替换掉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正则表达式啊 对吧 导入一个re模块 这re模块的话 那前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下 定一个def 定一个函数 change 对吧 把我们这个title给它传进去 是吧 这个已经跟大家讲过非常多遍了 非常非常多遍 是吧 首先re点一个compare compare的话 对吧 然后呢 然后把我们这个要匹配的一个规则 就是要替换的东西给它写进去 替换哪个斜杠吧 两个斜杠 然后冒号 新号 问号 引号 两个监控号 还有竖线 然后呢 把给它转一下 给它转一下 然后用一个model 对吧 模式嘛 匹配的模式 给它接受一下 再之后呢 对吧 用re点一个速度 re点速度的话 就是关于一个替换的意思 把这个东西给它都替换成下滑线 然后呢 是吧 然后从哪里替换呢 从这个标题里面替换 对吧 替换掉的 我给它用一个新的标题 给它接受一下 然后把这个标题给它返回出去 return new title 是不是 re点compare 是 compare的话是一个编译啊 编译对吧 就写我们要匹配的一些内容 然后的话 i1点一个速度的话 主要就是一个替换 把要把要 就是把特殊字符 特殊字符都替换成 替换成什么呢 上滑线 对吧 然后return出去 对吧 返回 把替换后的内容 返回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关于替换的一个函数 这的话就是一个替换 特殊字符 是吧 这上面定义了个函数的话 那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直接调用就好了 在这个地方调用就好了 在哪呢 在这里吧 然后这里就返回一个new title 是不是 然后把这个new title的话 哦 要写上面 写在哪 写在这里 是吧 new title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再运行看一下 是吧 他有信号的话也也ok了 也没有问题了 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保存的一个效果 是吧 这个的话就首先是保存成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是吧 这是保存成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是不是 那我们之后的话 需要把这个html的一个文件 给它转换成我们的一个 呃 pdf 给它转换成我们的一个pdf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是吧 来 前面这里的话 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有不懂的地方 都可以跟老师提出来 给大家解释一下 有没有 都听明白的话 就刷个鲜花 或者刷个1 就都可以啊 呃 老师讲的还是挺好的 对小白来说 还是有难度的 啊 首先的话 对于零基础的同学来说 确实会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的话 它涉及的一些东西非常多 因为 你要想一下 我们从从头到尾 要实现一个案例的话 对吧 要实现一个案例 所涉及的一些知识点 还是非常多的 涉及的一些知识点 还是非常多的 懂吗 像这个什么os的一些模块 或者说是函数啊 对吧 然后re正子啊 pulsor模块啊 对吧 一个request的一个模块 还有复便利 对 以及我们css的一个语法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字符串屏接 visopen的一个保存方式 对不对 其实的话 就是有七八个知识点 给它整合起来的 是不是 你们有从零基础 开始讲的课吗 我们是有的呀 前面不是有位同学来说 你们css语法 对吧 css的一个选择 其实从哪里可以学 对吧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 专门从零基础到项目实战的 一个系统课程啊 那首先这里的话是 先是保存成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对吧 后续的话 我们要把它 html的一个文件 给它转换成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pdf文件 是不是 pdf文件的话 我们前面跟他说了 需要用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模块 对吧 模块的话是一个pdfkdi 把kit啊 kitpdfkid 这个模块 安装了吗 安装了吗 这个软件有了吗 在听课的同学 软件有了吗 啊 这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软件 一个是模块啊 模块的话 等一下我们这里需要导入这个模块 pdfkdi 是吧 那还有一个的话 是一个要软件的 这个软件有没有 是不是 如果说没有的话 你赶紧去找老师要一下啊 是不是 如果说你 对吧 你没有的话 你就实现不了今天这个效果了 是不是 当然我们这边的话 也给我们那个pdf 也创建一个路径吧 嗯 在哪里 在这里吧 跟他同样的 我给他放同一个路径吧 pdf 这样子的话 大家会看得舒服一些 pass 是不是 然后最改一下就好了 后最就改一下就好了 这的话就改成pdf的一个后最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模块怎么用呢 是不是 我们前面是保存了这些数据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是把 是需要把这个保存的内容给他干嘛呢 给他转换成我们的一个 一个pdf的一个文文本 是不是 然后首先我们导入了那个模块吧 导入了我们那个pdf 哎 这哪来的啊 这里是吧 我们先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之后呢 我们需要调用这个模块 调用一下 pdf kit 点我们这个configuration 对吧 configuration的话 这个是配置的一个意思啊 对吧 这个是配置的一个意思 然后这里面的话 是可以加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 在哪里呢 嗯 configuration 对吧 可以要里面是配置我们的一些文件 文件软件的一个路径 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翻译看一下 对吧 一个路径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文件的一个路径啊 我们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写我们刚刚那个文件的一个路径 这里的话 我就用一个wkhtml 然后t我们的一个pdf 对吧 给他把这个路径给他写进去 这路径的话 你可以如果说你是默认安装的 如果你是默认安装的话 你可以在c牌里面 然后这个pronefills 然后下面有一个 对吧 wkhtml 图我们那个pdf 然后这个bing 我们可以直接 对吧 把这个路径给他复制过来 如果说你是默认安装的话 那你应该跟我路径是一样的 是不是 然后前面加一个A 给他转移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来我们用一个config config config 接受一下吧 我们一个config给他接受一下 咱安装默认安装就好了呀 默认安装就好了 这个软件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老师啊 前面不是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吗 去找找我们进行老师啊 对吧 你没加进去的话 你找清风老师啊 也可以 是吧 你如果说进去木子对吧 木子老师进去老师 或者说啊 像我们那些之前 你如果说你在群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找一下你的一个小姐姐啊 那些助理了助教老师啊 都是可以的 找木子老师要也可以 找进去老师要也可以 找清风老师要也可以 对吧 你找一些啊 比如说你知道的一些老师 对吧 都可以啊 都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啊 东西 pdf 可以 点我们这个frontview 对吧 就是我们frontview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从哪里 对吧 从哪个路径 从我们这里面 把它导入到哪里 把我们这个html的一个文件 对吧 给他转 把这里面的文件内容 给他转换成我们这个pdf 是不是 并且呢 是不是 我要给他一个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等于我们什么呢 config 是吧 就是通过这个软件 把它给他转 转一下 给他转一下 来我们可以运行 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前面的删了吧 我把前面的这个删了 在哪里 我把前面这个删了 好吧 我先删了 给他演示一下效果 嗯 出现不错了 是我路径写错了吗 路径没写错啊 处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异常 哦 异常是啥 这个原因吗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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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pdf html 保存了之后的话 pdf.configuration 然后这个 哦 傻逼了 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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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为什么 一个很很那个的 我没把那个软件给他带上 我没把这个软件给带上 光给了一个路径 没把这个软件名字给带上 我没把这个软件名字带上 发现没有 他只是 我只是给了一个路径 忘记把这个软件名字给他带上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吧 我刚刚只是给了一个路径啊 没把这个名字给他 把这个软件给他带上去 对吧 就尴尬了 尴尬了 对啊 这样子就可以实现到一个效果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一个一个是html的一个文件 一个是pdf的一个文件 是不是 像我们一般的话啊 一般可能说只会需要一个什么 我们只要一个 pdf就可以了 html的话都是可能说无所谓的 是吧 这就是一个实现的一个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